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也爱台湾 我们都爱台湾 全部人民爱台湾 我跟你说 我对台湾的感情真是很有感情的 对 他很深刻的 而且就说朋友 我都喜欢台湾朋友的 对吗 当然了 有些人也搞乱子 我在报纸上看见说民进党 说不是国民党打败了民进党 是陈水扁打败了民进党 然后我就发现真是 是不是你们的鞠躬有点受日本的影响 为什么受日本影响 因为有人说过就长期的日治时代 也会留下一些行为举止的一些痕迹 就比如说你看 你发现没有 日本人鞠躬跟我们鞠躬不太一样 我们就这么鞠躬 日本人鞠躬好像是腰部发力 它是非常果断的 是不是 我怎么这天看那个陈水扁 还有谢长廷不是谢罪吗 还是叫什么辞去民进党主席 鞠躬 是国民党感谢选民 鞠了十秒钟 是 我觉得国民党一向被号称为 很不会选举的政党 这个是不可会言的 你会发现不管怎么样 民进党是最会选举的政党 它可以激起你的感情 可是这一次我倒觉得 国民党已经变成一个 蛮会选举的政党 而且选后 虽然他们得到了 百分之七十几的席位 他们为什么五个人 一起出来鞠躬 可是脸上都本有快乐的表情 每个人都很凝重 当然第一 我刚刚为什么说我爱台湾 就是我还要回台湾 而且我刚刚等一下讲的 任何批评 真的是因为我爱台湾 你知道有些希望观众能理解 有些台湾的朋友 到我们这做嘉宾 一谈到政治 往往都会跟我说 说我不能回台湾 我还得做人回家 我觉得这次操作很好 就是你赢了 我们要有这个论语的规则 就是哀惊而悟悉 别人虽然输了 而且真的输得很惨 民进党几层在立委选举 输得这么惨过 而且现在你会发现 谈话性节目开始出来说 陈水扁要这个辞党主席 他也真的辞了 那当然他也不可能在竞选下一任的总统 那这当然在很多人看来 是属于一种气沉保蟹的行为 因为蟹长体还要 保蟹吗 蟹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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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们有点时事尝试好不好 我一直在想起虾兵蟹酱 我这怎么跟气沉保蟹 然后国民党并没有说 哎呀我们赢了我们胜利了 其实他是对的 这蟹长体叫什么叫戒胜恐惧 是应该要戒胜恐惧 而且他们一起起来 鞠躬就表示以后任重而道远嘛 所以他的这个腰要弯得很低 为什么 为什么腰要弯得很低 为什么 因为其实国民党这么多年来 对台湾的基层民众而言 他的腰杆子都太直 头都抬得太高 你去看上一次的 台湾的总统的大选 你去看当时竞选的人好了 但我希望我还可以回台湾 你去看他们 你也能回大陆 所以我们必须加上所谓的总统 什么所谓的 所谓的 所谓的 加所谓的 所谓的立委 你有没有发现 以前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总统候选人 或所谓的立委候选人 常常都是用鼻孔看人 你仔细看他 每一次在 每一次在这个 媒体露出的印象 都是 都是非常强势的 非常不亲近民众的 或者是你即使是 就是说你本籍也许是 你出生在台湾 但是你跟基层民众 连一些方言 你都讲不好的 一直都是这样的印象 虽然宋楚瑜 他后来努力的矫正 可是前面的那一段历史 他的党工的色彩实在太浓 官僚的那种色彩 跟这个亲民的感觉很低 那台湾人现在 你刚刚讲说 他们是投陈水扁的反对票 事实上在我个人认为 我也不认为 这次台湾民众大部分的人 投的是给国民党的支持票 他现在投的是给这八年 台湾经济状况的没落的反对票 陈水扁家族的 这个种种的丑闻跟贪腐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国民党他那种 说我们要好好反省 然后要好好 要很认真 不能够太高兴 也除了姿态之外 也有点真实的道理 他真不能太高兴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觉得 这回国民党就狂胜 但其实这个狂胜 你仔细算一下 你就发现 他并不是真的狂胜 怎么讲呢 因为他这个是个大选区选举 我们要注意 这回台湾的选举 是改变了选举方法 改变选举方法 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想象一下 他现在这么一个大选区 这个大选区是这样的 就是说一个区 本来呢 大概是 如果他本来是两个小选区 我们就随便瞎说 两个小选区合并起来 这两个小选区呢 有一个小选区里面 是绿营支持者 多于蓝营支持者 也就是说是六四之笔吧 那如果分成小选区的话 那在这个选区里面 民进党的候选人就会上了 因为他的支持者占六成 那么这一边呢 这个小选区呢 可能国民党跟民进党 是反过来的 就比如说是 国民党他大概有七成 民进党有三成 那么这边是国民党赢 但两边并起来 你想会有什么效果 两边并起来的效果就是 国民党支持者的绝对人数 就多过民进党 那么然后就国民党的人 不就上了吗 但是你总统大选的时候 所谓总统大选的时候 是简单多票决的 就是一人一票去投的 所以到时候情况会可能一样 这些我就发现啊 咱们这一个是股市啊 大家现在都劝变财经专家 2008大选年呢 你听闻到刚才说 都是选举专家 选区制 但是你刚才讲的 让我想起 我看报纸看 说这个马英九 就国民党过去这个姿态嘛 对 然后你看大胜了 马上去干什么 到蒋经国那儿 我觉得有点敬拜 告慰祖先的那么个 意思就是 就是到蒋经国嘛 然后他们就说 就说你刚才讲的 就说这种亲民呢 到下乡探访啊 就说你看 当年蒋经国 就是走遍什么现乡 甚至是还在这个稻田里 插压 毕竟是台湾解言的人嘛 对 然后后来说呢 他们说其实不管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多多少少啊 都会仿效一点 蒋经国的举止 你比如说陈水扁 也插压 也插压 但是当然说出话来 就不一样了 女记者问她 你插压的时候想什么 这边我想你啊 对吧 跟人说性骚扰 但是我就说 我为什么 我也像你一样 对行为举止特感兴趣 你就说马英九 你就说放低身段 什么叫放低身段 台湾你知道 有一个叫 马世有一种 在镜头面前 在选文面前 有一种叫太空漫步 我知道 太空漫步 就是你想马英九 他侧着 我发现跟我们选美似的 脸对着镜头 他要这样被记者捕捉 我给你看一段片 我给你看一段片 但是我可以解释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很搅柔作作 我可以解释 我看看 你看 头一个 我觉得这像是 一个溺水的人 被话筒 这个洪水好像快淹死了的人 在台湾只要闹一点小小新闻 就会被十几个SNG包围 这个不算什么 真的 你看 他的招牌笑容 然后投完票之后 你注意他走 马哥哥 好 走 你看 你看 这些太空漫步 你讲讲 来 为什么他要太空漫步 因为他在这种公开的投票场合 他不可能投第二遍 对不对 所以他要让记者拍 因为马英九是一个不得罪媒体的人 他是与人为善 那如果说他走得太快 有记者没拍到 那记者可能会很不长眼的说 诶 那个主席再回去一次 你会不会再走一次 对 所以这也成了一个笑话 你知道吗 这一回他这个事件 他这回投票 他就是 他连走过去投票箱那个过程 也都是像刚才那样子 太空漫步 结果大家都变得像笑话 旁边一定有人在说 慢一点慢一点 因为他不能走第二次啊 第二次搞不好违反选霸法 没错 没错 因为以后当政治人物 你会走这个步 会走漫步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再请淡如谈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不好意思 刚才淡如一直想说 您又想说什么 没有 我要说的是 其实这次选举 我觉得蛮难过的一件事情 是其实很多民进党的 杰出的朋友 因为从来我们以前 就是学运的时候 还是我的同学 也做了很多届的民意代表 事实上也都很 就是说一不贪污啦 二有所为 只因为他们曾经是陈水扁 旁边的幕僚或亲近 全部都落选了 比如说段怡康 比如说罗文嘉 你想想看罗文嘉 他以前来选立委时 他是第一高票 就是全台湾第一高票当选任 可是他这次他可以落选 之前他太太反对的很厉害 就是说你如果出来选立委 我就离婚 现在你不得不佩服他太太的先见之名 因为他是当炮灰了 对 罗文嘉我也认识是很优秀的人 就我们平常很多大陆观众不理解民进党 其实民进党绝对有优秀 就觉得民进党全都是同一种人 不是的 民进党里面你不要管什么 所谓国家认同这些问题 他有很多年轻人 很多人像罗文嘉这种 是很优秀 很聪明 很能干的人才 可是问题就是这回当炮灰了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些人是跟过去跟着陈水扁 是他们当年协助陈水扁 选上台北市长 所以你看我这大陆人就明白了 战队的问题 永远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跟谁站一边 在英秀都没用 没错 还有如果你第一次就站在你那边 在你那边站了三年 即使后来那五年你想独立 不对 你永远在这个选举文化里面都是同一边 当然刚刚啊 您提到的这个选区的问题 在台湾会变成一个地方角头 你知道什么叫角头 角头好像是地方老大 老大会当选嘛 比如说中部有某一位已经当选了立委 你知道他儿子16岁结婚 娶了新娘15岁 这在台湾其实是违法的 怎么办我真的要回家 没事我们这儿也有角头给签 你知道他可以 他可以一个婚礼他可以席开多少桌 这个所以你要大选去 你那个地方的耕耘很重要 席开一万桌 一万桌酒席啊 从早上一直吃到晚上 然后所有影剧圈的人 也都进去 然后每个人包的那个 都包的红包必须 大家我后来问过 每个人都不低于台币一万块 那当然地方人士 所以是搞来赚钱的 不不不不 地方人士是去吃流水席的 但是你看他势力有多庞大 你可以席开一万桌 你在这个选区你不会当选吗 我可以请全区的选民吃饭 是啊 当然这个 但是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是谁请吃饭就给谁吗 不不不 因为他们做地方的选民服务很久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服务 以前有一个笑话 有一个笑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了 该讲该讲 绝对该讲 但是笑话就该讲 反正这个已经流传在民间吗 对对不是你说的 其实这是很多这个做建筑工程 或什么的这个朋友的 企业界朋友的说法 他说以前国民党的时代 好有一些民意代表是拿钱没错 可是拿钱有做事 不管是什么叫做红包什么的 或者是什么的立委 他们是拿钱有做事 那如果这件事帮你关输不成 我钱退还给你 这家有职业道德 这家有职业道德 这不堪顾但是有职业道德 可是到了现在这几年的这个时代 那企业界的感慨是 我拿了钱也给你了 但是你没有做事 钱也没有退还给我 我想那个 就是说官场一定会有某种贪腐的文化 我想从老财游记以来 大家就很清楚 但是老百姓在乎的 可能不是你是不是脚头 你学历够不够高 你是地方老大吗 还是你是不是一次一万桌 而是你真的有做事啊 没错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道德沦丧人心大坏呢 就是大家都不讲这些道德了 你贪官收了钱要给人办事 贪官也有 贪官是其他道德 不能鼓励 不能鼓励 但是比那个拿了人家的钱 不给人家办事 还欺压人 还不退给人家钱 那你就像什么了 赖人 所以我觉得这回呢 就是我发现台湾了 其实很多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那种恐惧啊 或者说那种慎重 真的太重要 因为这些人 他很多人其实本来还是绿色的选民 他只不过现在他是 他不是去 我觉得总统大选 跟这回立法委员选举是不一样的 立法委员选举是一个对陈水扁的信任投票 然后到选总统的时候 对的是谢长廷 那就两回事了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所以因为咱就不懂选举嘛 这次2008 其实有机会让全体人学习选举 对 我就说台湾老说 说为什么国民党要戒慎恐惧啊 不敢太得意啊 就是说 怕是个钟摆效应 这个意思就好像 这一次选民像了你了 在这个态势上 下一次选民好像会像钟摆一样 会回来 没准在所谓总统大选的时候 又会倾向民进党 但是我听到这个 我就觉得群众心理学很值得演 人民这么没谱 没有 但这有两种 心里就是这样 您先说 我等一下再来分析 这有两种情况 比如说像美国的 也在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初选嘛 两个党民主党共和党 在这两个党的民 这个初选就看到 有两种效应 是都可能会出现 一种就是你刚刚说钟摆效应 另外一种用台湾的讲法 叫做西瓜会靠大边的效应 就是说 有一个候选人 他赢了 或者是经过第一次选举 他胜利了 由于他的气势会使得很多选民 更加愿意投他 所以这有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我觉得那你说明 这选民里边是不是缺乏那种 说的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不是不是 这是很理智的决定 你知道吗 这种理性决定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在美国的初选 大家都说 不是奥巴马赢了第一趟吗 当时大家就说 他会不会第二趟 听我以为是拉登的说奥赛马拉登 奥巴马是希拉里那个对手 什么样 然后呢 当时大家就分析 他很可能接下去还会照着赢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 在那种党内候选人的初选提名 就我们这个党 大伙党员老百姓 来选一个人代表我们这个党出去打 这时候呢 大家的理性决定是什么 我们要选一个人出来 是将来对着共和党 能打赢共和党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选的人呢 必须是选一个 就是你觉得他很有希望 绅士最强 那本来比如说我支持希拉里 那么但是我发现 希拉里输了 那么看着好像支持奥巴马人多了 我们是不是大伙一起投给他 让他绅士大仗 他将来他能打赢共和党 这么一个选择 这是个理性选择 咱们先去下广告 再进五代如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但如说台湾选民跟美国选民不一样 我们的理性不一样 你会觉得钟摆效应 好像台湾人很善变 可是不是 我们的善变是理性的 怎么说呢 因为台湾人期待改变 你知道台湾它本来就是一个海岛 它是一个有殖民性格的地方 那因为就是殖民性格呢 所以每一个人呢 他其实为了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像香港 只是台湾人他个性其实是倔强的 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选择 可是我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像这一次投票率只有58% 你们想想看 在陈水扁第一次当选的时候 他的投票率好像70多 加零八十 他投票率非常高 当时大家是在期待改变 就是改变这个国民党 那么久以来的一个政权 大家希望新的希望 可是当过了八年之后 其实经济是在萧条之中 台湾现在任何二线城市的价格 都比内地所有的二线城市的 秒不成蛋的地方 可能还来得低 整个房地产价格来得低 而且台湾还是有所有权的 那个地方 所以经济是在萧条之中 那百姓是期待改变 但是这一次为什么投票率这么低 而民进党他所获得的席次 是历年来最少的呢 因为是从上面跟中间 跟下面都开始变的 我们算中间选民 我们中间选民的改变 不是因为利益 因为中间选民在经济萧条的 过程之中 除了股灾之外 我们所受的风险是比较少的 我们为什么要改变 我们觉得有一些事情看不过去 那上面的企业家 本来以前支持绿色 为什么会改变 因为他们发现赚不到钱 都是很实在的 那下层的百姓也改变了 像这一次我选举完 然后搭一个计程车到机场 出租车 那出租车的司机 他就问说 小姐你选谁啊 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聊起来 他就说他是深绿的 以前而且他曾经为了这个 去支持人 还跟那个敌派的计程车 在街上打架 可是这一次他 他很高兴的告诉你说 他投给拦的 连这些基本的选民都动摇了 为什么 一 西斯明他可能经济上 他知道他受到影响了 二 他看到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计程老百姓 最受不了的一个影响就是 今天我生活的苦哈哈的 而你在贪赃枉法 你在收受贿赂 也许只是那台币一千多万 他们受不了 而十八次传唤你 你不开庭 你不出来 选举你就出来了 嗯嗯嗯嗯 谢谢你补充 因为我不敢讲 是不是 没有 只有五十分 很好笑嘛 就上法庭 每次要上法庭 都说身体不好 到选举的时候 突然身体又很好 对 然后民进党他在操作 本来是要使基层百姓同情 比如说像夫人 他确实也是因为选举恩怨 所以他终身不良于行 还有族群认同 可是这些操纵都疲惫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上一代 已经渐渐的老兵已死 老兵已死 那我们这一代 到到我们这一代 你说在台湾 我分得清楚 我是台湾人 你是山东来的 或你是什么 其实我们没有人分得清楚的 所以终身代呢 其实你在操作族群认同 是没有用的 嗯嗯嗯嗯嗯 哎呦我觉得台湾的这个 你说台湾人真的 那么关心政治吗 台湾人很关心政治 很关心政治 但是呢台湾人关心政治 已经有一点像在关心美食了 当然有消费 是